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Kindom Windfinger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的正面有一個透明的窗戶 上面有它的名字Wingfinger 下面有一個獸型的盒繪 旁邊則是人形 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獸型 然後它可以拆分給其他人物角色所使用 另外一面還有一罐的盒繪 那它一樣有附帶一張人物卡 人物卡是隨機的 那這一次呢抽到的又是黑寡婦 後面還有一個經典的圖案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呢一樣一長條正反兩面都有 這個東西呢就把它跌到旁邊去 這一款Kindom的Wingfinger 算是化石系列裡面的第三款 那在獸型之下呢它是一個易手絨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呢看到它的頭骨的部份 它這個嘴巴非常非常的長 那這個嘴巴是可以打開來的 打開來的話是可以開到這麼大 裡面還有黑色的塗裝 然後全身呢就是非常骨瘦如彩 可能是餓了非常久吧 翅膀的部份呢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前面有這個爪子 然後後面這邊有些類骨的刻畫 兩隻腳就是像這樣子 那你兩隻腳呢也可以把它抬起來 做一個飛翔的姿勢 這個頭呢也是可以把它抬起來變成這個樣子的 那在這個形態之下呢看起來是還OK啦 就是一個恐龍的化石嘛 那這個風格呢也是比較偏寫實的一個風格 我個人覺得是還可以啦 如果是喜歡恐龍化石的朋友呢應該是覺得還不錯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就把Kindom的恐龍化石系列再拿出來比較一下 首先是這個暴龍 再來是這個赤盾角龍 擺在一起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感覺 那之前錄影說這隻是三角龍喔 有銅號給我糾正說它應該是赤盾角龍喔 反正它就是一隻恐龍啦 那乾脆把這隻小隻的這一隻恐龍呢也拿出來放在一起喔 那就有一個恐龍化石家族喔 看起來是還OK的喔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獸型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那基本上不算是變形就是拆分組裝啊把這個頭拔起來 翅膀這兩個前端的部份呢拔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組合的關節 這個也把它拔起來 接下來呢就可以開始組裝了喔 這個東西它的頭在這個地方 旁邊兩側也有卡扣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呢把它往下轉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腳就是它的拳頭把它翻上來 然後把它轉9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腳的拳頭翻上來 轉90度 這個其實可以任意的組裝 並沒有什麼一定的規則 那我們先按照官方的變法 腳的部份這個東西喔轉錯面了 這個東西應該是小的這個釘子朝前面 然後把腳往下放 人型的腳是後面這個東西 把它往下扳 然後轉到正面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轉到正面來 這樣子就可以跟上半身呢做一個結合 在這邊有卡扣把它扣起來 鳥的頭呢是可以裝在手的側面喔 但是說明書呢是叫你裝在背面 這邊有個凸有個洞 把它扣起來 最後把頭上面這個蓋子把它打開來 那這兩根呢可以當作武器安裝在手上 要裝不裝都可以 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它從獸型變為人型的變形過程呢 就這樣大功告成啦 在變為人型之後呢 整個人物看起來是太過纖細喔 比例有一點失衡 那它一樣是沒有出現在任何動畫裡面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額頭這邊有一個Beast Wars的Logo 那臉是黑色的眼睛有藍色的塗裝 兩隻手呢就是這個樣子喔 那身體是非常細的 有點像是外國的Model喔 虎獸如柴非常高挑的感覺 兩隻腳也是一樣喔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啦 背後就是背著一個鳥頭 那這鳥頭你要掛在這邊也可以 要掛在手的這邊也是可以喔 這個東西可以發揮各位的創意喔任意安裝的 可動性方面 頭可以旋轉喔 上下一點點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的話可以抬到這麼高 二頭肌可以旋轉 那下面這邊還有一個關節也是可以旋轉的 拳頭也是可以旋轉 然後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腰是有腰轉的喔 因為這個都是拔插的嘛 所以關節很多 腳往前踢的話可以踢到這麼高 哇朝天凳 往後可以到這個幅度 往外的話也是可以到劈腿的程度 大腿上面這邊是不能旋轉的 旋轉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腳底這邊有一個變形的關節可以往上 往下 但是它是沒有接地關節的喔 那在人型之下呢 我覺得表現的不算特別優秀 整個人這個太瘦了 需要去健身練壯一點喔 卡通裡面呢也沒有出現過這個形象 算是玩具原創的一個角色 魚獸型相比我覺得還是這個恐龍型態會比較優秀一點 它所剩下來的這兩個武器 武器是可以把它安裝在手上的 它裝起來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啦 不用兩個都裝了喔 大小比例方面呢 我們再把這個恐龍家圖拿出來比較一下喔 首先是這個暴龍 再來是這個赤盾角龍 變成人形的樣子 擺在一起呢這個翼龍算是最高的一隻 然後這隻小隻的呢也把它拿出來放在一起 目前官方就出了這四款的恐龍化石 那還有一隻這個啦 這個異色版的 這個跟黑色這款呢是同模的 擺在一起的比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它跟這個系列一樣都可以拆分 當作配件給其他人物所使用 算是一個工具人的角色 那我們就把它拆開來喔 把它分屍 手也把它拔起來 這個都把它拔起來 然後這個頭也給它拔起來喔 它有幾種形態喔 第一種就是它可以變成一個弓箭 變成弓箭的話要把這個角 把它也拔起來 然後把它這兩邊呢攤開來 接下來拿出這兩根細細長長的 在翅膀尾端的這兩根 把它裝到兩端去 如此一來它就可以變成一個弓箭形態了 那我們這邊請出Wheel Jack 充當我們一下這個model 說明書呢也是拿出Wheel Jack的喔 這個東西可以安裝在手側面這邊有洞的話 就可以把它鍍在這邊 那它就可以好像拿著一個弓箭一樣 這個弓箭非常大一把比人還大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形態 前面這兩端呢把它拔起來 我們再來示範另外一種形態 接下來拿出它的兩隻腳 再把它安裝回去 那現在外面雨又下的非常的大 另外一邊呢也把它裝進去 翅膀這兩端的東西再把它安裝回去 變成瘦型的一個形態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稍微調整一下它的角度喔 它就可以變成人形背後的一個翅膀 在這邊有個凸它是可以旋轉的 那只要人物背後有洞呢 都可以安裝這個東西 把它督進去就可以了 安裝上去呢這個背包就會變重 人比較容易往後倒 接下來拿出頭部這一塊 一端呢把它安裝上這個鳥頭 另外一端就可以讓手來握持 這個就類似一個巨斧的感覺吧 拿上去呢手會有點不舉 稍微調整一下還是可以的啦 剩下這兩個東西呢可以安裝在它的肩膀上面 只要人物肩膀有洞都可以把它撞上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那它的另外一種形態呢就全部安裝完成了 這個形態之下呢看起來是不太搭喔這個風格 但是我覺得這個武器啊這個翅膀看起來是還OK的 如果想要把你的人物呢增加火力的話是可以參考一下 那你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喔大開腦洞 拿出其他的恐龍金剛來做一個結合都是可以的 這款Kingdom的Wingfinger 與之前幾款恐龍化石表現的其實差不多 獸型是偏寫實的恐龍化石 作為擺飾我是覺得還不錯 但是它是利用拔擦少了變形過程 把玩的樂趣度呢就會減少了許多 如果你想幫其他的變形金剛增加一些配件 或者你喜歡恐龍化石這個感覺的話呢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那今天這款Wingfinger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動物的自動物自動物 從天的Cybertron